歡迎光臨,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君寧新聞 君寧官是全台高麗菜最大的三区 今年因為高麗菜 兩受過多的介紹方法 為了高麗民眾多多來吃本地高麗菜 幫助農民營銷 民進黨君寧官東部 剛才在四月找過 包括最南鄉一廚的菜圈 讓民眾提供採收高麗菜 這廚也跟農民來做 在立委老建國公務處來做關收 一塊一塊大粒有個漂亮的高麗菜只賣10塊 是欣賞很多民眾正來高官 一塊一塊大粒有個漂亮的高麗菜只要10塊 有來買到的民眾是都非常開心 有的人甚至是一次就買了過10塊 一顆10塊這樣價格你覺得怎麼樣 就很便宜啊 有時候順便來幫助農民 對 就是順便幫助農民 然後自己家裡也可以用這樣 我先去炒飯炒麵 對 兩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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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一塊10塊這樣什麼燙 很燙耶 他在農民這樣不等錢 我要切一塊 你這麼多要怎麼處理 我要做泡菜 用水餃都可以 水餃 包水餃 是 今年因為高麗菜生產過程 多多價格幫忙 為了幫助農民行銷高麗菜 民進黨本年廣東部 都在在四月五號 包含最難向一出菜盒 給民眾來體驗掛高麗菜 這次要將高麗菜送往散散 讓民眾可以以10塊 少少的價格來買到營養 有個好吃的在地高麗菜 這次也是呼應我們民進黨 中央黨部 賴清德主席的要求 然後也 因為我們民進黨 從一開始執政 我們就是照顧農民的角色 所以我們主委 民進中主委 遇到這一次 我們高麗菜 就是產量大出 所以馬上來結合我們這些菜籠 因為高麗菜 現在大到這個 這個程度的時候 它會開始會爆 所以我們用最快的方式 就是趕快把它收起來 今天收起來 所以再來這個地方 我們就移個10塊錢 就是今天純粹駐農促銷 這個活動 今天大概也有兩三千個 農民表示 因為今年的氣候超好 多多高麗菜大量生產 做成價格的方法 客座的鄉上也因為價格太多 不願意來採收 雖然10塊的還收 也是不符合成本 但也是盡量來回收 這次產量過多 產量過多 我們那一份多 就收得多 沒有風 沒有 所以 就這樣 看市場 什麼情況 我們就叫市場 市場 我們就沒有市場 我們東部這邊也會 市場 接合 如果那時候 我們也會繼續 提供 還會繼續提供 用10塊的價錢 對人買到 這麼大粒 有夠水的高麗菜 民眾心情 都非常開心 不管是拿來自己享用 合家是要來做行李 也當然可以幫助農民 直接交易傳播度